今天是华人新年 我看到好多地用学们从外地回来 参与我们的这个崇拜 而你会看到我们教会 好大半的地用学们 也回到他们的家乡去过年 因此不管你来自何方 愿神多大大的赐福你们 还有你们的一家 今天我要用这个题目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来自耶和华的福气 那么题目就是 我有上帝造我 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这个题目听起来好像怪怪的 等下你就会知道了 那么今天的经文就是大家非常熟悉 每次牧师祝福的时候 大概都会用的这个经文 就是来自明书记第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华语的我们先读一遍 然后英文的我们 Thomas会带大家来读 华语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 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使你平安 这一段经文 它的背景是什么东西呢 原来在旧位里面 神吩咐亚伦 大祭司给百姓来祝福 因此这一段祝福的这段话语 经常就出现在犹太人里面 他们的敬拜 他们的祷文当中 所以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 被称为祭司的祝福 所以这段经文里面 一开始就提到 耶和华跟摩西说 你去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要这样来为以色列人祝福 好 听众学院 你看这段经文 其实这个经文里面 包含了两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神的举动 另外一个是神的工作 所以你看第一个 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二十四节告诉我们 神的举动是什么呢 就是赐福给我们 那么祂的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保护 那么第二十五节呢 神的举动是什么 神用脸光照你 结果祂的工作是什么呢 祂就是要吃恩典给你 那么第二十六节呢 神的举动是什么呢 祂向你仰脸 祂的脸转向你 然后祂的工作是什么呢 赐给你平安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 这三句的祝福 也盼望大家能够把 这三个祝福呢 带到我们的家庭里面 好 第一个我们来看 耶和华赐福给你 耶和华保护你 好 亲爱的举动学们 耶和华赐福给你 代表什么东西呢 当耶和华赐福给你的时候 那代表了耶和华与你同在 那为什么神会 要与我们同在呢 大家回乡 回巴黎干坟 去吃团圆饭的时候呢 家里面的长辈 公公婆婆 很喜欢孩子们 跟他在一起 为什么呢 同样的 神与我们同在 为什么呢 因为祂喜爱 跟我们同在的 那个时刻 神喜爱祂的子民 然后呢 祂也盼望 祂要祝福祂的子民 而在圣经里面呢 更提到 你看啊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圣经不用你们 用你耶 或者是不用大家 这个字 圣经不要用 圣经不要用一个 很笼统 很general的方式 来跟他说 神要祝福你们 你们都很棒了 神用个人的方式来告诉你 神不会忘掉你 或者是漏掉你 所以当我们听到这句话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的时候 就是你记得 神单单要对你 一个这个人 来说这句话 而保护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盾牌 神要兴起这个盾牌 保护你免受恶者的攻击 所以神要保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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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凡人 所以从这段经文 告诉我们一个信息 不管过去的一年 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辛苦 甚至是煎熬 当然我们记得 我们的上帝 依然赐福给我们 保护我们 祂的恩典 祂的慈爱 始终没有少给我们 所以因此让我们 来到祂面前的时候 我们向祂感恩 同时在生活当中 好好活出喜乐的生命 所以要记得这句话 上帝祂最好 好不好一起讲 上帝祂最好 大声点啊 上帝祂最好 那有一个故事这样说 有一天 所罗门王 他要建造这个圣殿 所以他去寻 在建造圣殿当中 他去寻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 有三个的情景 他看到有三种的人 在建这个圣殿的时候 他们有三种的 不同的回应 所以第一种的情况呢 就是呢 带着奴隶型的方式 来建圣殿 在建圣殿的时候呢 哎呀 我被逼要做苦工啊 你看那些人 急享受 坐在那边吹冷气 但是我还要这么辛苦啊 那第二种人呢 第二种人呢 是饭碗行 华语翻译好 英文翻译好 怪怪啊 OK 你明白啊 就是呢 哎呀 我打一天工 哪一次粮呢 没有办法的 我为了区区的 几块钱 为了生活 我一定要做 但是还有一群人呢 是感恩行的 这群人在做的时候 非常喜乐 他们非常兴奋 然后他在那边 在那边一边做的时候 一边感谢神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 哎呀 感谢神 我有这个机会 来建造万君之野华的圣殿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是你在建造 这个圣殿的时候呢 你是用哪一种的方式 来建造岳华的殿呢 你是第一种吗 奴隶行 没变 我必要做苦工 你看那些人 吹aircon 哇 你看我就 我就在那边受苦 没有人要做 全部东西都是我做 这就是奴隶行的心态 第二种的饭碗行的就是呢 做一天工 哪一天的钱 有做就有做 没做就没做 大不了 就是这样的心态 第二种是 surviving attitude 你必须工作 因为你必须活 因为你必须活 如果你不工作 你必须饭 你必须饭 还是你是第三种 经常向神来感恩 神啊 谢谢你 我感谢你 今天我所有的 都是你给我的 所以亲爱的第二种 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包括你在职场 在工作上面 你是带着 怎么样的心态 来工作呢 好多人以为说 哎呀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来侍奉上帝呢 我们一定要用 感恩型的心态 来侍奉上帝 但是呢 我在工作的时候呢 我就会抱着 第一个心态 就是奴隶行的心态 去工作 他们把教会 和世界分开了 他们觉得 教会是圣洁的 但是在世界上 是黑暗 是邪恶的 所以在世界工作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就带着 奴隶行的心态 去工作就好了 结果 很多时候 很多很多基督徒 我们在世界 我们在外面 所谓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得到 我们承受了 好多好多的伤害 所以带着很多很多 这种伤害 苦毒 怨恨呢 来到教会里面 在公司 在工作上面 受了很多很多的气呢 来到教会里面 就找人发泄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记得 这个世界 是天赋的世界 在教会里面 是属于上帝的 但是当我们 去到职场 去工作的时候呢 记得 那个也是上帝的 尽管在工作的时候 会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 很多很多的煎熬 但是我们要记得 上帝把我们 放在那个地方 祂要我们在那边 做光做眼 不管在任何的地方 记得我们要抱着 我们要学习 用一个感恩型的心态 来在那个地方 来工作 来服侍上帝 还有服侍其他的人 记得这句话 我有上帝 造我呢 造我的意思就是 保护 把我整个人 保护起来的意思 我有上帝 造我呢 不管我在什么地方 我都不害怕 好 那么接下来第二 我们来看第二段的经文 就是愿约花使 祂的脸光照你 施恩给你 那脸光照你 是什么意思呢 当脸光照的时候 代表了神的喜悦 还有神的恩典 神的拯救 甚至神的宠爱 在那个人的身上 当摩西上山的时候 他跟耶和华 跟神在一起的时候 神的脸光照他 以至于耶和华的脸 也发光了 当圣经提到 神的脸光照人的时候 人就得到很大的恩典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 神的脸光照我们的时候 是怎么样的样子 通常光照的时候 大概是微笑着 笑脸才能够光照 如果苦苦的脸 臭脸的话 大概好像没有什么光 可以发亮出来 对不对 每次当你说 一人的脸光照 他有笑脸 大家戴着口罩 所以看不到彼此的笑脸 所以那个光就少了很多 你知道吗 所以听众觉得 当神耶和华的脸光照我们的时候 祂是用祂的笑脸 来向着我们 所以每次当神 神的脸光照着你 神的脸光照着你 这年这样说 王的脸光 使人有生命 王的恩典 好像春云死雨 神他不以审判 来对待他的百姓 不按他们所做的 来对待他们 反而神施恩给他们 亲爱的各位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信息 在新年的时候 我们都会一起吃团年饭 我们甚至 团年饭不只吃一天 有时候可以吃三四天 四五天那种的 真正的团圆 不只是团聚在一起 你看华人吃饭 都是用圆做的 圆的桌子 那圆做只吃饭呢 其实很考你的功夫的 因为如果 坐在你对面 是一个你很讨厌的人的话 你很难吃的 你知道吗 你要拿菜看着他 要拿鱼看着他 要拿肉 你又看着他 不像西方的 四方形做只拍 常常这样 我可以不用看 那个我讨厌的人 甚至呢 如果他弄你生气 你手上那个刀跟叉 给丢过去 没有啦 团年饭告诉我们什么呢 其实他要提醒我们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要学习彼此饶恕 还有彼此接纳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弱点 不完美的地方 而团圆告诉我们 我们要接纳对方 不完美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神 祂也无条件地 接纳我们一整个人 包括我们好的 还有我们不好的地方 亲爱的各位 一家人没有各业仇 在教会里面 也是如此 所以亲爱的各位 一个家里面要怎么样 才能够充满欢笑呢 让我们学习 多一点地珍惜对方 多一点珍惜对方 默默在那边 所做的一切 然后呢 少一点地计较 还有什么呢 赶一点地去沟通 最后呢 我们要学多一点地宽恕 所以今天 在你的心里面呢 是否依然 对某一些人 带着不满 还有怒气呢 每一次呢 被逼着要跟对方吃饭 就算那顿饭 是山珍海味呢 但是也特别难吃 所以亲爱的各位 你是否愿意把这个新年 当作新关系的开始呢 耶和华用笑脸来光照我们 让我们学习 用我们的笑脸 去光照身边的人 好 最后一节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示你平安 那华语用这个字 仰脸 其实意思就是 神的脸 转向你 神的脸 看着你的意思 在希伯来文 里面的这个仰脸呢 意思就是 神注意你 然后呢 神善待你的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 喜欢你 并且不向你 发怒的意思 好多好多还没有 信耶稣的人 他们会觉得 基督徒非常奇怪的 每一次跟基督徒在一起呢 他们动不动 一直就冒一句话出来 就是平安这个字 见面呢 也讲平安 握手呢 也讲平安 出门平安 回家平安 什么都平安就对了 搞到还没有信耶稣 人是觉得基督徒 是不是很怕死 他整天要平安 平安 那今天的各位 为什么平安 对基督徒来说 是那么的重要呢 这个平安 这个字 对基督徒来说 它是一个很强的 peace strong peace 它是一个很强的 平安意识 好多好多还没信主的人 他们对他们来说 平安的意思呢 就是不遭遇患难 但是基督徒的平安 是什么呢 我们是不单单 不遭遇患难 更是内心当中的平静 还有安详 这个平安使到我们得到 一切的属灵 还有丰盛生命的祝福 而我告诉你 平安这个字 Shalom这个字呢 是代表什么呢 是神一切祝福的简称 short form OK So the word Shalom meaning God's blessings overall for us in a very short word OK 所以你们记得 当基督徒我们每次说平安 神给我们平安的时候呢 这代表着 一切 上帝全部祝福的 祂的简称 就是用平安这个字 来包括全部的祝福 所以这一节 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 那亲爱的弟兄爺们 当我们为别人祝福的时候呢 我们不只是单单 让他们得到上帝的祝福 而呢 也是我们向对方表达 我们对他的爱护 鼓励 还有关怀 所以亲爱的弟兄爺们 让我们不单单得到 主给我们的平安 我们也要把主给我们的平安 送给我们身边的人 让我们提醒 不要单单只是 让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平安 就留在那边而已 你有没有看过一些基督徒 他整天讲平安 但是旁边跟着他旁边的人 全部很恐惧的 太太很怕 很怕跟他在一起 孩子很怕跟他在一起 同事很怕跟他在一起 因为跟他在一起 没有平安 亲爱的各位 让我们提醒 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平安 我们要使到我们身边的人 也能够得到平安 耶和华 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因此让我们也向我们身边的人 仰脸 善待身边的人 用笑脸 带身边的人 不要整天 来自他的内心 而当你拥有上帝给你的平安的时候 随着来的就是喜乐 还有盼望 而这一切东西 很明显的 可以从我们的脸上面 看得到的 所以亲爱的各位 你愿意让主的平安 充满你的心吗 好 再总结一下 在总结里面 那今天我用三节的经文 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主的恩典 在开始的时候 我提到 有三个神的举动 还有三个神的工作 二十四节告诉我们 神赐福给我们 祂的工作就是要保护我们 二十五节告诉我们 神用脸光照我们 祂要怎么样呢 赐恩给我们 二十六节告诉我们 耶和华向我们仰脸 祂的工作就是要把平安赐给我们 所以你看这三段经文呢 都告诉我们一个东西 就是我有上帝造我呢 愿耶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这里告诉我们 祂的恩典和慈爱 始终没有少给我们 所以因此让我们来到祂的面前 我们要向祂感恩 同时在生活当中 我们要好好活出喜乐的生命 我们要记得有上帝最好 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 世恩给你 告诉我们什么呢 光照我们 世恩给我们 告诉我们 神的喜乐 神的喜悦 恩典 还有拯救 慈爱等等 都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上帝不单单要我们 得到这些东西 祂也要我们把这些东西 赐给我们身边的人 所以让我们 多一点的珍惜 少一点的计较 让我们 赶一点的去讲 沟通 还有学一点的宽恕 原谅他们 最后一节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告诉我们什么呢 愿你成为一个真正有平安的人 因为一个平安的人 是一个有喜乐 有盼望的人 而平安喜乐 从哪里来呢 他从我们的上帝而来 你愿意信靠祂 让祂的平安 充满你的心吗 最后的时候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 刚刚出炉的新年歌 最后一节目 我会分享一首新出品的 新年新新年 新年新年 新年新年 他是来自新加坡的 一个牧师 麦子恩 他所写的诗歌 其实是 经历的 新加坡 Mathieu Tan 为什么呢 因为这几年 因着新冠病毒的冲击 使得好多好多人 心里面都没有平安 为什么这首歌是被写的呢? 因为在过去的几年 疫情已经使用了很多人 害怕和恐怕 而且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疏远了好多 然后 人的关系已经被离开了 而且呢 也有好多我们所心爱的人 离开了世上 但是不管怎样呢 让我们记得 上帝的爱一直在我们当中 尽管病毒还有其他东西攻击我们 但是我们依然有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 因此呢 我们无需惧怕 因为上帝的爱一直都在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的 听一听这个的短诗 题目就是 我有上帝 造我呢 所以让我们听到这个歌 吧 我们有上帝 带着我们 可能有一些电视节目也听过了 对不对 哦 在Facebook也有share哦 啊 上位你 might have heard of this 啊 突然大地疏说春天到 新年到来大家新年好 男孩女老和嫂换了又燃老 幸福越长也曾经不坏 过去一年困难或煎熬 恩典慈爱上帝不给少 血流星长开心 路眼飞行礼绕 记得上帝他最好 恭喜恭喜你 我看见上帝照着你 他爱你越过千万里 长墙都隔离不了你 恭喜恭喜我 神的爱围绕照着我 即使病毒他突击我 无法战胜及不夸我 说一声恭喜恭喜 祝福你 我祝你今年万事都如意 上帝慈爱 伴随着你 上帝照你所向无敌 再说祝福 祝福不停息 我就让夫妻碰你在怀里 我被满意 就改天你的心 主的爱他不窒息 在你家里 又听见大地诉说春天到 新年来到大家新年好 新年新冲一新 美丽又温暖 有你的经年真美好 过去一年困难或煎熬 恩典慈爱上帝不给少 写愿心 唱开心 在我心里 我 高声成上帝爸爸你最好 恭喜恭喜你 我看见上帝照着你 过去所有不好 不如一抛到最深海底 恭喜恭喜我 我有你陪伴我到底 我们因神的爱相细相爱 彼此不分离 我说一声恭喜恭喜 恭喜 祝福你 我祝你今夜万事都如意 上帝此爱 伴出着你 上帝照你所向目的 我再说祝福 祝福不停息 红处让夫妻 碰你在怀里 祝福被满意 祝甘甜你的心 祝的爱它不止息 在你家里 说一声恭喜恭喜恭喜 祝福你 我祝你今夜万事都如意 上帝此爱 伴随着你 上帝照你 你说向目的 你在说祝福 祝福不停息 我请让夫妻 碰你在怀里 祝福不停满意 祝甘甜你的心 祝的爱它不止息 在你家里 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祝永远相伴于你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祝我们在面前 我们要再次 谢谢你 向你献上感恩 因为你是那位赐福我们的上帝 你用脸光照我们 你向我们仰脸 你保护我们 你赐恩给我们 你把平安赐给我们 所以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有平安 有喜乐 有盼望的人 因为平安 喜乐 盼望 都从你那边而来 主 我们谢谢你 祝福我们 带领我们 在新年过节的时候 主 我不单单跟亲友们一起来庆祝 同时我们也要过这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慷慨地来向身边的人施予 让更多人迎着我们得到更多的祝福 谢谢你这么祷告祈求 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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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